另外一位焦點人物 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 歷經四天 難堪的十五輪投票 才當選 過程當中 他對黨內極右派做出很大的讓步 包括只要有一位眾議員提案 就能夠啟動罷處議長的程序 未來議長的權限 也比以前大幅縮減 不過雖然是外界眼中的弱勢議長 麥卡錫對中共的態度 卻是相當強硬 他表示要調查新冠病毒的起源 追究中共的責任 麥卡錫競選眾議院議長一波三折 歷經四天十五輪投票 最後經妥協讓步 才獲得共和黨內極右派的支持 如願執掌易士錘 而他到底做出哪些讓步 從星期一眾院在共和黨籍議員推動下 以220票比213票通過的議事規則 包括法案就可看出端倪 新規定包括 只要一名眾議員就可提案罷處議長 另外預算方面的審查 也將限縮議長的協商權限 恐怕將埋下與拜登政府 衝突的種子 共和黨及右派強調 意識規則包括法案透明開放 沒有所謂的秘密協商或案盤交易 但民主黨人並不認同所謂的改革 共和黨雖然拿下眾院主導權 但只比民主黨多了實習 導致極右派成了共和黨內的關鍵少數 好不容易坐上一張寶座的麥卡錫 未來如何領導一個分裂的國會 挑戰才剛剛開始 值得注意的是 對中強硬的麥卡錫上任後重申 中共是美國最大的地緣政治威脅 將成立跨黨派的中國問題專責委員會 在經濟競爭上擊敗中國 同時也將調查新冠病毒的起源 追究中共的責任 另外如果麥卡錫實現當選前的承諾 以國會議長的身份訪問台灣 勢必再度為美中台關係投效變數 公視新聞在惠民變異